SINKER這邊快速的一個SOP標準搶 直接先搶到大補包 回頭拉掉KMOMO 這邊狙擊手DOMINU 遠距離爆頭點到一槍的溫斯頓 TITAMA覺得痛痛的第二槍好痛 第三槍 喔 沒打到 還可以還可以 可以接受 目前佔據大補包的閃電狼 他們有一個很明顯的POKE優勢 但是 中大拳王倒低了 欸? 沒有做營運 選擇直接衝後排 結果我就直接死掉 不營運 直接衝 我這個蠻好奇的 是中大在哪邊倒的 這邊不能死 這邊一死 優勢就沒了 你看這營運又要往後拖了 這一波要等到 要等到就是中大到位之後呢 SINKER才有開大絕的機會 是 因為很明顯的 中大這個選手的話 他必須要擔任四顆去抓到DOMINU的位置 可是 他一倒下 會變成是閃電狼這邊沒有任何一個坦克 可以上到高地去抓DOMINU 沒錯 因為太明顯了 效果沒有很明顯 哇 近距離 EMP直接開 但是和尚在這個timing已經率先開啟了保護 所以這一波 EMP的攻勢其實沒有來得這麼的強大 好 後續的話 拳文的話有時候要閃光 可是人員不斷的減圓 喔 空中點掉 KEMOMO這段有機會 造成人數上的優勢喔 一樣做滲透 吃補 往前壓 看到了和尚殘血 左鍵連點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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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死 馬上pop了自己的傳送器 KEMOMO一樣再補 SYNCLE大絕快好了 這是閃電狼的最後機會 這一波EMP一定要打下來 氣窘跟貝根就分別帶掉了 EMP的兩名成員之後呢 六打四的局勢 SYNCLE甚至不用開大絕 用小招就足以瓦解掉對方所有的人員 一個大絕的一個機展 然後那個大絕的一個優勢 直接進行版產的話 一波就能夠拿下勝利了 SYNCLE一樣想要做嗨取 EMP進點 先抓到的是對方的和尚 Graspaw倒地 哇那體塔瓦打掉了KEMOMO 情況下兩倍在做換頭 四打四的局勢 目前氣窘有大絕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格鬥型玩家要怎麼玩這款遊戲 這個大絕絕對不要丟 這本是浪費啦 你這邊 呃 這邊雖然說EMP 對方交出去了 然後你們這邊還有雙保護 如果你說你的自爆可以扣到 最後一顆再開的話 你甚至可以限制到奪命的進場 不過他這個自爆是有騙到中達的大絕啦 用流星醉來吃骨包 這個似曾相識可以接受 因為他剛才的位置是一定被炸死 所以這樣還活了下來 合上開啟了保護體 哇打掉了中達 KEMOMO在後面射得很辛苦 開啟了紅外線 左鍵出去先被 多別方的多命女貓到一槍的情況下 拉角度 再打 EMP開啟 這一邊 全部被害的MT點上人員分別被收割掉 溫斯頓血線也蠻危急的 這邊BECONDRAKE閃光實際在做輸出 左鍵點擊 哇 烏布頭倒地 再抓到對方的和尚 和尚這邊反身murr掉了對方的BECONDRAKE KEMOMO在後方的奪命女的射線沒有人做限制 OVER TIME 那反而T4會戰就應該利用他們EMP的 你能說他們有駭影這個優勢 去壓對方的陣型 而不是讓刺客直接進到對方後排 嗯 二打二的局 二打二戶換頭 四打四的局勢 BECONDRAKE賣送戰鬥握在手中 出手 打到的是ティ法身上 ティ法這一邊爆裂 送的那噴熱出來 左鍵直指對方提塔瓦之後呢 左鍵再打NZNR 這一邊流星墜出手 空了個大沒關係 右鍵拉 哇 這一邊配合上左鍵點掉的對方 ERK之後呢吃了個補吧回頭 但是點被MT給拿了回去 哇 BECONDRAKE跟技巧再收割人頭之後呢 再拿回點上的空 後面的這個巨人上面的一個輸出量 是閃電量比較高的 哦 是 瞭解 這一邊我們來看一下SINKER EMP出手 這還蠻有道理的 先放點 因為先處理對方後排 所以點上會掉 也是很合理的 穩渣穩打 兩邊99%打99% OVER TIME 控制全是在閃電量的手中 中打BECONDRAKE 可以摸摸繼續掉體打瓦的情況下 踏點的人只剩下一個Graceful的和尚 和尚 和尚這一邊一個人面對到對方的三名成員 還活著開了大絕 哇 這邊UNTIM躲過了對一方松打的右鍵 但是自己應該也是難逃意識的出去之後呢 POP的這個音波屏障沒有人踏點 閃亮拿到了控制權的第一張地圖的小分 居然出了雙飛哦 天地狗 反而我們一直在講說OPC一直都沒有法拉出現 然後今天就一次蹦出來給我們看了 欸蹦出來了 DEEZY的法拉跟松打的法拉 其實松打的法拉玩得非常的出色 真的蠻出色的 之前的表現當中呢 在OPC S1第一循環呢 大家都在爭奪法拉最強的名號的時候呢 松打這一邊是把對方射得不要不要的 我們記得當初OPC開賽季表演賽的時候 兩邊就出了這個法拉這個角色 對 閃電狼五個人員 我們來看一下 被跟TrackPOP的回溯之後呢 左劍直直提塔王 提塔王每次都會死在這種奇怪的點上 他會跳進去想要抓人 但是會喪失了隊友的資源 這樣子被二打一直接被帶掉 這隊友MT來說很傷 理論上剛剛那邊是一個大優勢哦 哇 這一波後續換頭OPC帶走了對方的realment realment跟前排坦克直接綁定在一起 但是剛剛看起來並沒有是 前後的地面部隊產生了一個脫節 導致這個降低是直接被帶走 是 哇這一波進去 脈衝炸彈黏 哇 貝克這個很聰明耶 一直被針對啊 他第一段進去的時候他不丟脈衝炸彈 他騙到了D.Va的很多六箭 對不對 Sombra這個角色的話如果是擺在雙突突體系 感覺配車閃光會比較好一點 嗯 哇這一邊近距離火箭彈幕 中打倒了 哇 哇但是還有Sinkler 豪哥這一邊在等級窮死 但是NCR來一個遠距離空中爆頭 那情況要被可惡魔給換頭 好目前的話所有人直指住了OBTO的一個牛仔做發揮喔 在這裡的部分的話牛仔 暈眩 翻滾閃光彈 這個擋不住這真的擋不住 目前OBTO的麥卡列其實 對於這一個陣型 天地狗的陣型其實 有蠻大的壓制能力的 所以他們現在改變策略 讓坦克先進場 不再試刺客進場 先抓麥卡列 這個策略很成功 麥卡列這個胎雲倒地 NZ在打掉祭窿的時候呢 Sinkler豪哥再附 背後默默復出的男人 雖然叫不到女朋友 卻是一個很可靠的隊友 打掉了這邊是復活的祭窿之後呢 中打在天上 輸出 這個惡可怎麼這麼滑溜 欸欸欸 再躲 再躲 哎呀 他被realman給直接補掉realman這一邊 直接灌掉了MT的兩個輔組 對 跟Jack 吃到了硬波屏障之後 能排送炸彈 有這個dash 漂亮 躲過了這一波的傷害 持續再做輸出 他馬上緊接著來趕到 點了控制權 還在MT的手中 看起來是要升到99%了 目前閃電量其實他們打得相對保守 都是演一個空神技 都讓對方先拿點的感覺 如果中打在像剛剛那樣開的話 就會死掉 欸 直接開起來 直接開起來 哇 這邊被點掉一換一 一換一可以接受 反正你們還有豪哥 那豪哥死了 豪哥死了 你們沒有豪哥了 沒有豪哥了怎麼辦呢 那我們還有貝坑劍 欸貝坑劍也死了 哎呀 還有祭窿沒關係 祭窿獸出動 配合上Kmomo 兩個人員 兩個大坦在點上爐小小 我們來看一下MT要怎麼做處理 因為這一波如果輸掉的話 MT就直接拿到這個小分了 是 載口區很容易被限制住喔 哇 這邊大分 剛剛第一波進場的中打 或許他們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吧 對 先行的站點應該是讓坦克 站在右上角的一個平台 然後等對方進場了以後 坦克直接跳下去造盾 讓這個龍打選手從天空起岩打傷害 哇 這一波天地拱的攻勢 是造成了一個一換一的局勢 是 整體三亮人員的話 有把對方封鎖住宅口區 而且MT的話 直接拉到了點上打 但反而Bank Chen的話 在側移的部分的話 是收掉了Opto 這個他也沒拉到點上打 我覺得太照鏡了 因為Sona在這個位置 他可以繞的角度非常的多 還是要先讓Opto 有一個比較安全的輸出環境 是 但比較詭異的是 兩個輔助在這個據點上面的拼搏 被抓掉了 他們能不能夠去騙到 對方Opto的槍線 因為一個麥卡列 沒有辦法同時處理兩個角度 現在有看到Opto很想去 那時候 三亮人的整體拳的話 也很想處理這個牛仔 但是怎麼樣抓不到 對 這個矩陣實在是照得太漂亮 包含Epopping這樣眼睛下了 保得很好喔 或許Bank and Jack可以回復到 以往的伸手去盯對方的NZN 哪有說不定 可是NZN的閃光有明顯的進步 而且明顯的比 Mophie的來得好一些 Opto這邊倒地了 終於死了 Kitawa還在點上 目前 有大的猩猩 配合上的是一個沒大的猩猩 兩個都喜歡吃香蕉 我們來看一下季種在這一波 會有什麼樣的攻勢 逼到了對方和尚的保護之後呢 有畢咚掉對方的Graspaw 這一波其實還算是攻城身退 豪格以次拉起了兩個成員 中打一樣可以起來射擊了 NZN的帶著Rubank和缺戰中打 打掉底打瓦 等對方防場的時候 直接坦克跳下去 照盾開矩陣 然後讓這一個法拉可以開啟 這一個打住正面的傷害 喔這邊丟了這個自爆 哇這兩槍很可惜 外的還炸掉了豪格 默默復甦的男人 倒地了 豪格死了怎麼辦 這邊還有realment的 陰波屏障的保護 五打六的局勢 多了一個保護 目前MT是沒有什麼大招了 也交了一個保護 保護換保護 季狗獸倒地 這邊季狗差一點就要有大招了 很可惜 連六人們都死的情況下 CAMOMO爆了機甲 不太妙 所以我們打火箭彈幕 能不能夠即刻救援呢 被跟Jack也死了 CAMOMO自殺 只要CAMOMO的話 沒有注意到牛仔的位置的話 基本上這一波就很難進去 就是重擊倒下 連大招都還來不及開 就直接死掉 這一邊火箭彈幕打掉了歐骨頭 不過自己也死掉的情況下 沒有人踏點 只贏了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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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實閃亮的感覺 這一季明顯他們的強度跟他們的營運 是沒有像S1來的這麼的強勢喔 曾經 22連勝的隊伍 目前遭受到的是控制地圖的魔咒 喔唷 愛希瓦德 我喜歡我喜歡 要壓欸 可是 閃亮走的陣型並不是一個地推喔 他們走的是一個拳王麥卡莉的 機動性陣容 頭部頭直接倒地 路徑上就遇到了一些阻礙喔 哇 直接走到人家家裡面 送了好多顆頭 中了六顆頭啊 不是啊 這個陣型 我覺得這一波真的是太貓然進場 送了閃亮好多能量喔 NZR打掉了Kemomo的機甲 好 我們來看這一波的換頭 NZR被BACONCHILE打掉了之後呢 中打左鍵 點掉的是OPOTO的人頭 哇 再點 打得很激進 感覺他們預測對方會不會是出一個 閃光像全文的套路 但沒想到對方的陣型真的是打得非常兇 我覺得他們的陣型太極端了 真的太極端了 帶個閃光都比較好一點 不然對方出個小美直接炸 直接炸給你看 呃 特貝幣加上歐瑞加在炮台 哇 我們當初這 OPOTO點掉的是RealMent喔 可是RealMent怎麼會在這個timing直接倒地 真的是被抓了個陣子喔 感覺3E他現在的露西歐的站位其實都不是那麼的理想 今天有試去問了一下江這個理由 就是他會想要利用露西歐的加速 帶整個地面部隊往前往後 可是他的這一個站位就會變得比較有風險 是 哇這一波反而是MT的一波反式 從OPOTO這邊率先拿下RealMent的人頭之後呢 直接勢如破竹 點掉了閃亮的所有成員的頭之後 能夠順利踏點 完全沒有問題 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MT對於艾希瓦德這張地圖很有想法 真的很有想法 直接就把閃亮趕出了二樓區喔 反而還讓OPOTO站到一個良好的位置 A點如果RealMent沒有倒其實 哇你看OPOTO又死了 可是我覺得OPOTO他們要贏 一定要小心一下自己的站位 對還交錯超完盧勝 反而浪費一個大絕招 哇這一邊沒有貓到很可惜 這一拳繞了個空沒有打到送河納 車子推到了拱門下方了 其實MT偷推的速度還蠻快的 真的還蠻快的 他們可能需要一個原始 是 他們可能需要一個原始 不然就是要讓提到吧 單獨去處理中打的二樓站位 因為現在 現在可以看得到OPOTO這個位置是保不太住 可是理論上以陣容來說他是保得住 喔這才好去前往 準備踏了下來 哇這個位置很賺 欸奇怪人呢 分割 分割戰場 分割戰場 是還是有B出一個音波屏障 對是有B到啦 我看到那個弱點是我的話我也開音波屏障 連和尚都開大絕的情況下 中打這一邊 這一個贊助鎖定 完美被對一方的和尚以及DVA給康掉了 中打血線很危急 哇這邊一一打二的局勢 還好隊友Sinker有打掉NCN 不然我看起來中打那邊應該是雄多吉少 我覺得關鍵點還是在 最初他們打贏那個 第二段第一次會戰的時候 那麥卡莉被抓到了 那後續和尚的大絕的話 稍微開慢了一點 這邊一拳殺 很可惜Ban跟Joke馬上被制裁 4打5的局勢 這邊一步屏障4個神亮的率先開啟 左鍵點擊對方的和尚 和尚這一邊成功活下來 中打不爽了 近距離做射擊 這邊砲了幾槍 不過沒關係 哎呀 還好有人收頭 還可以 無傷大雅 無傷大雅 我要逼迫走位 如果我沒有把他逼到這邊 我們的溫斯頓殺不了他 現在第一波傳角還在找對面的位置喔 這有可能是坦克跳點 然後搭載著拳王直接進場 抱團打一波 打這個據點後面這個房間 NCNR在左側的部分 目前中打他 就跟剛剛MT的陣型一樣 中打的站位會影響到主力部隊的站位 哇 所有人都硬塞了進去 OBTO直接倒地耶 亂戰之中帶走了OBTO 但人數 中打剛剛的位置是沒有辦法對二樓的人員做輸出的 這邊是相對可惜了一點 真的是可惜了一點 我覺得應該要做更多層面的處理 不是這樣一波灌進去 你就把它想成好萊塢好了 嗯 就是你把他逼爆那個小房內的時候 你踏點 對方會被控制在那個窄口區裡面 MT這邊雙保護都直接開啟 OBTO這邊點掉了技種的情況下 再開啟耽誤續發 被BECON就會來一個賣送炸彈 苦活的炸死了 哇 無打無的局勢 雖然倒地 不過手方有一個蠻大的劣勢的 這邊GRISPO點掉了BECONJACK 哇 少了一個輸出箭頭的情況下 閃亮的這邊能打嗎 這TIDAWA已經沒有了野性之怒 踏點 逼迫對方來跟你打架 目前中打期限很慘 馬上被帶走 雖然有點帶走了 NCNR技種獸医趕快緊接而來 趕到戰場上 這邊有大絕 這一個字棒沒有抓到東西 SYNCLE再打掉TIDAWA 這一波的混戰 閃亮打得相當的不錯 相當的成功 喔 臨走前還收掉了小DBA 是 剛剛White他應該要把矩陣交在自己幾方OBTO身上 應該要繳 怎麼樣都應該交在他身上 不應該往前一樣 真的很可惜 讓BECON就會掌握到這個機會 是 其實我們在E64有提到說 大絕和DBA右鍵的一個聯動要不要做搭配喔 像HKA的話在花春那樣比賽 我就有看到 整隊都是圍繞著彈無虛發來做保護 沒錯 彈無虛發現在這個版本的壓迫力 其實在一開始前幾發還蠻不錯 他雖然不一定要擊殺 但是可以poke消耗 哇 這邊一個香港腳踹死了 BECONJACK 這邊MT選擇前壓 前壓是正確的 雖然開始送了很多能量 不過前壓真的是一個 在這張地圖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對 他們現在就變得是當初的MT一樣 進攻方遇到二樓區 要如何上去的問題 嗯 季種剛才上失了一些保護吧我想 在那個點倒掉 甚至是自己大絕往牌 都有可能 OK HIGHNUN 彈無虛發 圈倒的是一個回溯 喔喔喔喔 啊 終極再度倒下 哇 這邊露頭了 竟然在這時候交出了雙保護啊 季種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血線跟站位 到底是 哇 KEMONGO這邊配得上中打 都分別帶掉了對方的兩名成員 戰術鎖定 被對方的矩陣給吃光光 不過DVA的位置也被迫被壓得很危險 目前已經砲起來了 BECONJAK有麥通炸彈要上二樓 還是才一樓 哇 收2 收得漂亮 左劍再殺 但是被GRASSFALL給火鍋打死 GRASSFALL的和尚真的玩得不錯 打得很舒服 玩得再不錯的一個和尚 被對方雙坦追 還是只有等死的命運 對 但是他死前還是要打到KEMONGO的機甲啦 工程生對你做的事情夠多了 孩子去休息吧 去休息吧 做得很好了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換了原式的OBUTO 這一邊出場 BECONJAK炸掉了TIDAWA的之後 中打再打掉 恩斯亞這邊 直接一個麥通炸彈炸掉了對方的兩名成員 之後BECONJAK再打WITE 這個混戰 聲音聲出還很難說 技巧靠著自己的拳頭活活 打死對方的一名成員 之後KEMONGO再殺對方的二可 剩下一個原式 被對方技巧的時候 給追得不要不要的 哇 也倒著河上 從天而降 又見Mermaid摸死人 恩斯亞出來 直接被KEMONGO給打死的情況下 TIDAWA跳越這一個河道 過來 也死OVOTO 沒有人踏到 很不可學的會戰 然後自爆還炸死一個閃光 對 這個不太說是這一個 MT他們的這個酸飽糊攪拌 如果說他們可以安全 無樣退掉的話 那其實那是MT賺到一波大絕 我們看到的畫面是默默復蘇的男人豪哥 他平常不太說話 不太說話 但是他快死的時候會叫得很大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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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